首先向大家道歉 因为17号那天我有一个讲课的任务 所以就不能来参加这个会 所以我事先来做一个视频 把我想讲的一点话系统再谈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会 现在这个会谈的主题是有关我们对联想的看法 这个看法集中在联想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和演变 就是我们如何看它这个发展和演变 我想谈我个人的意见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联想作为一个企业 我们如何评价它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状况 另一个方面是联想这个企业 最近15年16年里头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实际上联想过去是一个纯粹的国有公司 但是在最近15-16年中联想经过了一步一步的演变 变成了所谓一个民营企业 很大程度上被私人股东掌握 说简单的就是联想最近十几年来搞的自由化 如何看待这个联想的自由化还有问题 这两方面这后一方面问题呢又可以分成三个 三个三个三个来讲 为什么呢因为简单我们可以概括联想的自由化 大概有三个重大变化 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对联想这个企业的看法 联想搞得怎么样 首先我个人认为说联想评价联想搞得怎么样 首先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是简单的讲这个企业发展 利润有多大 这个从这个角度呢来评论联想 就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不实道 为什么 很简单 要想挣钱 恐怕是谁也挣不过房地产商 但是我可以不客气的说 那些房地产商挣的钱越多 它越快 全国人民越多 我们需要联想绝不是需要它这么多是钱的问题 我们需要联想 是发展中国计算机产业 我们大家我相信全国的大多数人对联想的好感也都记住在这一点 就是联想是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的代表 联想是我们中国人发展计算机产业的一个代表 从这个角度来评论联想做得怎么样 那么我个人认为 最近的十几年 联想可以说是失败的 不是成功是失败的 当然很多人说失败的它怎么做这么大企业 这么大企业 就是你们看看我过去写的联想那种走错了等等 这个地方 那里都谈到 联想现在的规模是在十多年之前就已经点点了 就是说联想从创办之后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短短可以说就是十年时间 它迅速的从一个卖计算机的 这个附加一点自己的些微的这个技术 一直变成了一个由自己品牌 并且在全国大量销入计算机的这么一个大公司 这一段应该说是成功的 但是那是在十多年之前 那么 自从联想真正在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上 站稳脚跟之后 我可以说从那以后联想的发展 就是失败的 这个失败可以说 应典说有一个阶段性的标志 你要拿这个阶段性标志 我认为这个阶段性标志 就是柳传志提出所谓联想是要走 贸工机的发展道路 否定机工贸的发展道路 就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个 联想路走错 就那里 澄清四十 联想最初是机工贸 他做大 他真正从一个小公司做到那是机工贸 那领穿自在十几年之前 说联想要走贸工机 而确实他也就把联想领向贸工机的道路 自从那以后联想的发展就是失败 为什么失败 我们不讲它规模的怎么扩展 很多网友已经指出来了 说联想的扩张里头 就是最近十几年的扩张里头 政府起了极大的作用 就政府在采购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这个我自己都能举出支持 我都认识吗 地方呢 我们的亲戚都有什么 就是那个政府机关采购的 采购的那些计算机就是联想 谁都知道市场经济里头 政府要为你保了销路的 你当然能做到 现在问题是政府有这么大的政策 就就光是采购这一项有这么大的政策扶植 联想最近十几年来有什么重大发展 就发展计算机产业这点来说 联想没有什么级的重大发展 有什么发展 我们知道计算机产业 现在的高技术根本就不是你做计算机 你能做多少计算机 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这个名望能源是能比我讲的更清楚 就是所谓芯片 这个软件 就是英特尔和这个微软干的那些工作 那么我们联想只从上到能够 批量的生产品牌计算机之后 它在产业的升级到楼上 再把中国计算机产业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很明显 最主要的就是攻下这两个销链 就是芯片和软件 联想做了多大空间 当然这个东西 迷光弹源是比我有发言权 我说了多少 但是我认为 据我知道的这些东西 就据我的感觉 我认为它这种每一股片 它自己做出什么东西了 这两方面 芯片和操作系统 这些大的空间 它做什么了 我没听过 是吧 就这一点来说就是失败 当然念想可以替自己辩论 说我是国外做计算机的 做这个芯片的 做软件的 也都是分开的 我走的是IBM的道路 不是Windows的道路 不是微软道路 但是我们就从你做一个计算机的公司来说 我问你 你对中国芯片的国产化 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产业 我们自己的软件产业 特别是操作系统产业 财业 你有什么贡献 我认为不仅没有贡献 反而是位害极大 因为什么 因为联想客观上就成了 这个微软 抢占中国市场的一个最早的武器 就是它的电脑里就做上微软的东西 结果实际上就是让微软独发了中国市场 是不是 就这个角度来说 联想不仅是失败的 而且联想的后期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它的计算机卖的越多 美国的那两个高基础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就越高 就说和计算机有关的产业 我们知道IBM 它从做计算机进一步上升到服务器等等 其他当然我不是做这个产业 我不太清楚 就是说还可以 就是存储计算机的公司 它还可以上传去做很多高端的产品 比一般的家用电脑上高得多 就是服务器 服务器这东西我还是从联想来听 五年前 我看这个柳传志在吹他们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跟我们中科院院长许文诺了 我们联想要做服务器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院长实现 我们要做服务器 我现在就问了 联想做服务器来没有 中国的服务器市场是谁站的 有没有联想的份 没有 据我听说是没有 那就证明联想十几年来在原地踏步 根本没有前进 说最好的菜也就这样 那就是联想最近十几年是完全失败 谁都知道 IT产业这个产业是发展极快 竞争极强烈 你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相对来说你就是落后 所以说是失败 所以我下面还要提出一点 就是认为政府给了联想这么大的优惠 这么多的扶持 联想做到这么个地步 政府需要反思 我们大家需要反思 还需不需要再扶持联想 实际上说 不用说政府 我本人都是扶持联想的 我历来买电脑 台用的甚至是这个 手提电脑 我都买了联想 我们对他轻重了这么大的热情 他在哪里踏步 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支持的 我是定格主张 政府应该扶持自己民族的计算机产业 但是我认为 今后这个扶持政策 扶持TO会 就不要在这里联想了 表情情报道 那么下面就讲这个 为什么造成这个 当然第一条 这个路线错误 扭传自搞的冒功计 必定导致这个结果 这不用讲 第二个联想的改制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就联想的自由化 简单说可以概括 联想自由化 有三个最突出的标志 也是三个最重大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联想整体在香港上市 那么整体上市之后 当然就是联想 香港的那个联想 上市的联想公司 上市的香港联想公司 就有了一大批私人股东 这是私有化的第一步 但是呢 当然这个香港的联想公司呢 还有一大批国有股 这个国有股是谁持有的 这个国有股就是所谓联想控股 来持有 那么私有化的第二步和第三步 主要都集中在持有香港联想的 那个国有股 国有股持有股 它是有一个机构 就联想控股上 联想控股本身的自由化 就是联想在香港上市以后不久 这个持有上市公司联想的 国有股的那个联想控股 本身也开始私有化 就是以所谓改制的名义 35%的股份给了联想员工 但是这个给了联想员工的股份 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 这是联想私有化的第二步 联想私有化的第三步 就是最近宣传的 这个持有上市联想公司股份的 这个联想控股 它又有一部分 它的本来的大股东 占绝对多数股权的那个股东 是中科院 也就是说是国有机构 那么中科院又把一大部分股权卖出去了 卖给叫什么公司 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大家可以查查 反正据说是老板是吴自强 这样呢 国有股在联想控股里 已经是少数股了 这就是它的私有化的第三步 那么如何评价这联想私有化的三步 我简单说 这三联想私有化的三步 确实是目前最近的十来年 中国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典型 但是我敢说 它不是好的典型 是坏的典型 为什么 每一步都典型的反映了 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中的 最恶劣的问题 就是掠夺国家财产 掠夺人民财产 第一步 就是联想在香港挂花上市 这个第一步改制里头 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 我在国有自强的那篇文章 就是联想上市 联想在香港上市那篇文章 就是题目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我也不用细讲 大家仔细看 就是动用公司的资金 本质上应该是国有资金 把这个资金借给私人 然后让这个私人 用非常低的价格 怎么第一大家都在那篇文章能看到 可以说十分之一低的价格 用非常低的低价去购买国有补 让少数个人发大财 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这是第一步 目的是什么 整个操作是柳团自作的 你们问柳团自作 这个宁王南院是 揭入这件事 宁王南院是受到 非常厉害的打击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财产的过程 联想私有化 联想私有化的第二步 就是那个联想控股 联想控股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权 给了少数人 这个 私有化 它最大的问题在哪 我们切不讲 这样的这个私有化 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少数人欠占了国有财产 即便说 应该做这样一个私有化 为了鼓励 企业的经营 为了让经营者 甚至企业的下层员工 都有这个 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给他们一部分股权 提高他们积极性 能够让国有资产更好的增值 计算说有这个必要的话 那么联想这次改制 也存在着方向性的错 方向性错什么呢 在这个改制里得到最大好处的 是官 说来不几个官 少数几个官 那么这个 明院寺的书里 曾经讲到 这次改制里头 拿到最多谷的是哪几个人呢 有曾奥豪 有刘传志 刘传志是联想的老祖 曾奥豪是什么呢 是名利上的董事长 据说是曾经任 中科院计算所的党委书记 这个我讲的事实 是不是就曾奥豪这个人 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 也可以让你也是先生 来给我讲的更清楚 先生问题就是这个 曾奥豪基本上就没参加过 联想的什么经营活动 他们也是拿大 几百万 多少万股 你们可以问 尼光南先生 仅次于尾传志 都发了大财 但是 对联想的发展 对联想今天的地位 做出决定性贡献 工程院院士 尼光南 曾经认过联想 就是在联想 本身 他承认联想的总共同事 一不没有 一不没有 那我就问 这样的改制 这样的股权激励 激励了谁 联想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你给股权 你不激励 最核心的 科技股干 你去激励那些 滚 甚至最挂的名字滚 真的改制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不仅没有正确可讲 也没有公平可讲 而且它也不会有效 所以说这第二次改制 典型 第二次改制就是我们看到的 典型的一个经营吃大骨 私物下 让少数权贵 报复 权贵私有化的典型 而且这个权贵私有化 是两头掠夺 一头掠夺国家 让国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另一头是掠夺 甚至迫害 这个知识分子 本来那些技术专家 院士们也是经营 他连经营都掠夺 连经营都迫害 怎么掠夺怎么迫害 你们去问问题 关门院士 这个就是 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中 存在的普遍问题 两头掠夺 一头掠夺国有财产 一头掠夺 企业之工 这个问题在联想的第二次改制里 有一个典型的表现 而且这个典型的表现 突出到什么 现在掠夺员工 不是一般的掠夺员工 是集中到员工里头 最精英的 技术精英身上 掠夺到技术精英身上 那么第三次改制 就是现在的这个 中国院 又把一部分 他手持的联想 碰股的股权 卖出的问题 卖出问题呢 我不想评价 网上有文章 有人仔细研究之后 说卖出的 收的价钱 至少低了十个亿 这个呢 我也都不想发言 因为太金融性 太技术性 我只讲一条根本的 卖出的联想控股 卖出的这个联想控股 它手里有什么资产 因为你卖出了股权 联想控股的股权 就等于把联想控股的资产 卖出的 起码是对这个资产的一部分权力 卖出的 有什么资产 这里头最值得重视的一个资产是什么 就是现在中国社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所在的那一大块地 那一大块地 据听说 是 会算作联想控股的资产 你卖出了它的股权 当然就把这个 这块地全卖出 而且我相信 那些民营企业老板能花如此重金去 去购买这个联想控股的股权 他一定觉得有钱赚 有钱赚 主要赚在哪 就赚在那块地上 你们去看看 中科院计算所周围那片 那在中国也是寸土寸金的 黄金地段 把这块地卖出 这块地的卖出 表现了中国企业改制私有化周围 第三个最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私有化 所谓的私人出资购买国有资产 其实购买的是什么 购买的是土地 真正就看这块土地的价值 那也是绝对是高价 就是说他们是用低代价 获得了一个价值极高的资产 而且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这块地 他的问题不仅仅在他本身有多少钱 是估值 我认为你怎么估值 都不能把他的价值估值 为什么 因为中科院计算研究所到现在 还承担着国家最重大的科技任 科技任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炎之龙心了 胡威武了 这些人 我们中国的这个集成联统 芯片这个产业 希望 集中在他们 他们在那颜值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这块地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 非根结底现在的问题 变成这样一个问题 中科院计算所的那块地 本来是国有土地 国家不给中科院使用 不给中科院计算所使用的 没有任何土地的产权啊 什么之类的问题 现在让他们一改是改成产权问题了 因为这块地不是计算所的 这块地是联想空谷的 而且现在联想空谷 已经变成私人空大谷了 那么将来中科院计算所 怎么办 我就简单问一下 将来可不可以出现 中科院计算所被拈出这块地 有问题 即使不拈出 也可以变相拈出 很简单 我跟你收 收地住 收费 收到你投不起 那么中科院计算所做一个国有单位 它掏钱只能谁掏 国家掏钱了 如果国家不掏钱 国家不掏那么多钱 它可能就被撵出去 这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对计算所的研究 对中国的高技术产业 包括芯片产业发展 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个打击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一句话 就是这第三次材质 同样有原罪 什么原罪 很简单 就是根本就不应该把这块地 再放到联想控股的 就是再把它放到联想控股的 作为联想控股的资产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联想控股 它成了有私人控股的话 那么你把这块地放到联想控股的 就等于它在 在变强地把国有土地送给私人 表面上外 实际大家查 我算了 肯定是 是有很大一块送 而且它危害了 现在在联想 在中科研计算所的问题上 它危害了国家提出发来 所以说第三次 这个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三个阶段 也是极其有害 对国家有极大损害 那么我最终呢 就想谈谈 基于这样一些分析的评价 简单说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认为 由于联想本身已经发展无力 而且在柳川次的操控下 它继续在望风纪的这个道路上走下去 说实话 我极其怀疑 这个当然只是我个人财测 极其怀疑 他们的第三次改制 柳川次 重出江湖来操控联想空谷 可能最后就把联想呢 进一步拉向 这个所谓冒攻击的深渊 其实不是冒攻击 最后就把联想变成一个搞投机刀把的公司 搞什么刀把 搞房地产 搞房地产 搞基金层投机刀把 就是本来我们大家基于了这么大希望的一个发展高科技的企业 最后在柳川次这些人 把国有资产变成他们自己所里掌控的现金之后 就拿出去把投机刀把 金融投机刀 我表示告诉你啊 美国是在危机 说得很清楚 这种金融投机企业 就不是对社会有益没有一个问题 它根本就是一个害 注重 最大害 我总的一点讲 已经走到这条路上 而且既然柳川次已经空大了 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 那就很简单 国家对联想 和有关联想的一切问题 应该重新端正态 重新端正态是什么 第一个我都讲了 对联想的复制政策应该取消 我们应该复制中国的计算机产业 复制中国计算机企业 但是应该放到那些 真正在努力的发展中国的高科技的企业身上 说简单 谁给我服务器 我服务谁 是吧 谁把中国的信念 我服务谁 不要再服务联想 那么这个当然就涉及到对联想的一系列改制问题 很简单 这个 把计算后的土地 交给联想空股 成为联想空股的资产 这本身就是错误 即便说联想空股的改制 让百分之三十五六十五的人 私人 让联想空股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六十五的股份变成私人所有 即便说这个是可以做的 那么理由让人直说 这样做有利于联想企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要要求发展的联想企业 是一个做计算机的产业 不是地主 不是做房地产的 所以很简单 国家的土地不能给它 国家应该把土地收回来 中科院不想收回来 国有的部分应该把它收回来 往联想空股的那块地 交给 这是国有土地吗 恢复它原来的性质 交给中科院计算所使用 对第一个 第二个 对联想空股本身的改制 就是让联想一部分员工 成为联想空股的大股东 这个改制 必须重新审判 即使不是完全推导从来 也必须做重大的纠正 纠正很简单 对联想早期的发展 真正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如果你说还是要搞这个私有化改制 把一部分股权给私人的 那么对联想早期 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人 都应该给你充分的股份 对不对 绝不能像现在似的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联想这个改制 对联想早期发展做出最重大贡献的尼光男院士这样的人 一步都没有 这是不行的 如果还让这些人保持他们在第二次改制里头 拿到那私人股份的 那很简单 他们必须把这股份里拿去一股份 给尼光男以及有类似于尼光男这样经历的人 这是起码的 否则就简单说 这次改制就必须完全推倒 那么第三个 就是国家必须对联想的第一次改制 哪有个说法 据我所知 很多知道法律的人说 联想第一次改制 在香港上市 这个本身 不能说法律上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改制过程中 柳传志操纵下所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把国有资金借给私人 让他低价购买联想股权 而且他确实没经过 有关的 有权利的部门 聘论 这个本身 实际性质是犯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改革过程中 私有化过程中的原罪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审查这个原罪 我话不想说绝对 我就说 起码有一条 让全国人民来讨论 不是有的人说要赦免原罪吗 那么咱们就就这个思维来讨论 是不是赦免 如果不赦免 或者如果不是全部赦免的话 应该怎样处理 我认为国家 有相关的政府机构 必须拿出一个态度 不能再这么胡理胡说 你就说明你得明确讲 你怎么说明 不能这么胡理胡理的这么下去 这是我的第三点意见 我的意见呢 基本就这么多了 但是呢 我今天没讲一些具体的数字 包括人民啊 什么有些具体的细节 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完全正确的 幸亏今天有尼光南院寺等等 很多非常知道内情的人在 就是希望他们对我的东西做出补充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希望修正 但是我自己相信呢 就基本的观点和基本立场来说 我基本态度来说 我相信我自己讲的这些东西是自按赞的 就到这 再结束 好吧 谢谢大家